沙茶的香大口喝茶 精挑食材细火慢炖 主打各式料理 宅家就能轻松上菜 网络卖年菜 请了知名艺人开箱试吃 颇有名气的厂商 这会竟然让消费者 气到说不出话 就有民众花了五千多块 上网订购这间年菜外带 但早在去年十二月 就下单付款 一个多月过去 等到小年夜这天 却什么东西都没收到 让他相当傻眼 平平置店客服也没人接 只收到一封简讯 通知消费者物流塞车 恐怕要年后才会气答 上到官网一看 受害者还不少留言怒呛 要全家明天年夜饭吃泡面吗 还有人订了整桌年菜 却只收到几条萝卜稿 过年除夕夜 要拜拜也都没有任何的精彩 我们拿他们的丧鱼 在开玩笑 拎波的电话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播 实际置店厂商 至截稿前上午回应 仅在官网贴文 表示所有订单均已出货 若预食未到或缺货 会负起后续赔偿责任 年后补气谁要这个年菜 主张解除契约 然后你要请求存害赔偿 这样子 我觉得消费有这个权利 民众网购年菜 只想开心吃顿团圆饭 却换来满肚子气 没办法过个好年 这可不是金钱所能补偿的 记者叶维林帆亚乔台北报道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